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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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希望前几天没有大雨 所以我都怕那些树没有叶子 应该就还有些在这里 因为我现在都看到有秋色在这里 有红色、黄色、橙色都很漂亮 让大家看看吧 我们拍了车之后 有些人问我在哪里拍车 在哪一个入口去Där Lake 就会看到有一个景是很漂亮的 这里就是Center for Arts Center for Arts 这里就会有 外面就有停车场 停车场呢 你会看到这个 Art Center 接着呢 这个有个Play Ground 这里现在就是 挺漂亮的 我们一路走到湖边 就会看到秋天的景色 希望前几天下雨 没有打散了那些叶子 还在这里 今天就是平日来的 今天是星期三 星期三就差不多黄昏了 因为我们做完所有东西才过来的 现在呢 通常这些时下间呢 就一个人都没有的 那我们就看看 湖边的景色是怎么样 平时你们来呢 都可以一样在这里拍车 那 沿着湖边走呢 一个小时就走光了 今天比较大风 就像两天 还说会很冷 所以今天来一下吧 那我们呢 就向着那个湖那边走 向着湖边走 如果好天的话呢 很多人会来这里拍照的 夏天呢 这个湖呢 就全部都是 就是 很大部分的 都是有 白色的河花 白色的河花夏天 那这里呢 就可以带狗走的 好处呢 就是 不可以踩单车的 那我们走的呢 就很好方便 好舒服了 两边都可以走的 走一个圈呢 就一个钟头 那我现在去一下看一下 有没有秋天的景色先 那些树 那些树 那树有没有变色啊 好像都没什么 没有什么变色的 这些呢 就是河花了 夏天的时候有河花 现在都借了 当然 好舒服 好像是不是那天 多一点啊 水不成都应该有点颜色的 平时呢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打卡景点 那它变了颜色 就是很多 橙色啊 红色啊 啡色啊 啊 为什么现在没有呢 它后面有少少 好冷啊 那就是这里了 这是打卡店 OK 那明白 这样来了 接着呢 我就会给你们看一些 在这里拍过的照片 今天大风 所以呢 是报导影的 是不会有导影的 有些水都潮了 那我一会儿会给你们看 我曾经在这里拍过的照片 好了 看过照片之后 是不是很漂亮呢 不妨来一下 这里看看 不过呢 最好是十月中 至十月尾 好了 接着已经没有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做完了 欢迎大家 subscribe 我一起游山换水 拜拜